娱乐圈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演艺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演员,而当时香港最出名的经济公司TVB,更是签约了很多明星艺人。 时光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当年红极一时的TVB四大小生们,现在又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陈锦红,TVB前当家小生陈锦红近年已经专注北上发展,现如今他先少有作品播出,更多时候以跑商演为主,想来也是为了兼顾家庭生活。 平日里的陈锦红十分低调,几乎不在社交平台露面,近日有媒体拍到了他的近况,也是引来不少网友的关注。 陈锦红曾是演艺学院出身,都算是系统的学习过表演之时,早年监与大台签约后,他也是获得了不少出镜的机会。 入行以来,陈锦红参演的作品不在少数,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新上海滩》、《创世纪》、《老婆大人》等,都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创世纪》中的许文彪一角,让陈锦红火遍大江南北,他也因为此角色而稳固了在大台一线小声的地位,风头一时无两。 不久前陈锦红露面还扮起了许文彪,时隔多年似乎没有太大的违和感,想来这与其日常的保养有一定关系。 其实以陈锦红的长相来看,他更是合演一些较为正面的角色,反派似乎有些违和,可是他偏偏凭借许文彪一角大火,这恰恰证明了他的演技。 和很多艺人不同,陈锦红入行以来先少有绯闻传出,与妻子结婚后,他也是尽可能地以家庭为主,直到儿子陈嫁化被诊断位自闭症,陈锦红夫妇的生活才彻底被打乱,为了儿子的健康,陈锦红不惜暂时退圈。 为了治好自闭症儿子,陈锦红前后花费了差不多三千万,期间他还专门去学习自闭症患者的有关知识,为的是更好的与儿子进行沟通。 在陈锦红夫妇的陪伴和引导下,近些年陈嫁化已经能够过上区近于正常人的生活,据说他在校的成绩非常不错,这也是让陈锦红和妻子十分欣慰。 何宝申,何宝申这个名字相信观众们在听到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陌生,事实上如果不是对当年鼎盛时期的香港TVB了解颇申的话都不会记得这个名字。 当年的何宝申作为TVB力捧的当红小生最后却选择顿入空门,不知道曾经让多少人差异不已,对他的所作所未分外不解。 出道出奇的何宝申就有一张量身打造的专辑很是受到市场的看好,随后当时的TVB也是邀请何宝申加入非常火热的无线议员培训班从此正式走上了演员的道路。 何宝申演技不俗,出演过诸如,心白发魔女传,笑傲江湖,季工,等多部作品,名声大造。 一生顺遂的何宝申几乎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但是身为父而代的他却突然觉得内心枯燥觉得现在的生活没有意思。 意外之下一位朋友向他阐述的佛宗禅礼,最终受到佛学感染的何宝申一下子就转变了,最终更是决心剔度出家,顿入空门。 当时有传言是何宝申是赌成性,为了悔过才顿入空门,但也有人认为何宝申是何佛有缘, 他的母亲是著名风水师,有可能是受到母亲的影响。 不管原因为何,何宝申出家已成既定事实,顿入空门的何宝申变得很淡然, 他已不在乎过往,还放弃了继承父亲的白衣家产。 何宝申独自在一间木屋里修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他的踪迹, 在2005年的时候,才有人偶然发现在那是现身的何宝申, 此时的何宝申一身身袍,看起来很消瘦,但他的眼神变得很淡然, 整个人的气质有了很大变化。 何宝申曾经拥有过财富,得到过名利, 但此时的他已经不在乎那些俗物,虽然生活清贫, 但何宝申的内心却很安然。 温兆伦,在上世纪80年代,TVB和华星唱片联合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 堪称造星工厂,美艳芳就是首届冠军,当时的参赛者还有温兆伦。 温兆伦从小就喜欢唱歌,而且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 也不时会夺得冠军,于是当时TVB第一次举办新秀歌唱大赛, 温兆伦就报名参加,但结果并不如他所愿,甚至前15强都未尽。 直到1989年,他的伯乐出现了, 韦家辉邀请他出演了电视剧《海我本色》, 剧中他饰演了一名警察,出色的表现被受大家喜爱, 同时被称为温Sir,再加上帅气的颜值, 因此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之后,义不容情,中首次饰演反派丁有康, 将角色为达木蒂不择手段诠释得很到位。 虽然是剧中的配角, 但精湛的演技超过了剧中的主演黄日华以及刘嘉玲等人。 凭借这个角色他火遍了整个东南亚。 当时他饰演的这个角色有多深入人心呢? 据悉他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 家中长辈突然问他这几米又杀了多少人。 凭借这个角色他被观众所熟知, 之后的野演艺之路越走越顺利。 1990年一部《我本善良》,让他成功洗白。 剧中是演艺正义邪的齐浩南, 很多网友看后表示编剧赋予了这个角色生命, 而温兆伦则赋予他灵魂。 这个就是让温兆伦的演艺事业达到了巅峰。 演艺事业上越来越稳定, 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唱歌事业, 同年推出了专辑《没有你》之后, 推出之后备受大家的喜爱, 同时获得了双白金销量。 1991年在《今生无悔》, 终是演斯文败类《高天俊》。 之后又推出了国语专辑《还能爱我多久》, 此时的温兆伦不管演戏还是唱歌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当时的人气丝毫不舒适大天王。 后来温兆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将事业重心放到了台湾和内地。 因为他的粉丝多数都是香港, 这样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当时温兆伦看到自己的三部剧《义不容情》, 等在台湾和内的播出之后收视率很不错。 当时他在华语娱乐圈的人气比尖四大天王。 除此之外,他在香港的口碑也急速下降。 因为他不仅在戏里多情,戏外更是多情。 他一共有过三段婚姻,以及无数的绯闻。 在2013年他和小20岁的女友注册结婚。 婚后两人育有个可爱的女儿, 温兆伦也没有任何绯闻传出, 所以啊他并不是真的渣, 只是没有遇到那个真正让他收心的人。 现在的温兆伦变成了女儿怒, 在社交平台除了回忆以前, 就是晒自己的宝贝女儿。 虽然没有以前的名妻, 但现在的他过得安稳开心。 即便他后来名妻不在, 但提到他,大家都会想到齐浩南。 对于演员来说, 有被人记忆的角色就很满足了。 罗军满,现年37岁前TVB人气小生罗军满于2016年遭解约离朝, 原本心徒大好的他当年获得公司的力捧, 可惜因为被铺罪驾交通意外而影响形象, 后来还遭到雪藏,一度无惧可拍。 专业,罗军满离朝已经有五年时间, 近年几乎销声匿迹的他胜少出现在目前, 亦无心做面试。 现年39岁的罗军满, 本是2009年TVB艺员训练班中的艺员, 起初他的星途走得非常顺利, 相比同期入行的艺人机会更多, 让TVB十分看好他的未来发展。 进入演艺圈没多久, 罗军满就凭借着《天与地》、《护花为情》等剧集为人所知, 后来他又参加了TVB的选秀节目《新梦传奇》, 打入决赛五强,以歌手身份签约新梦娱乐, 唱歌演戏双期发展,未来可期。 然而,就在罗军满的星途发展的相当顺利之际, 他却被接二连三地曝出负面新闻。 2015年罗军满被拍到 背着交往四年的《新闻之花》张文采,劈腿空姐。 同年,他又被曝出在韩国喝醉酒后生事, 撩周围女孩并偷拍裙地, 被当得扣留了两个月。 后来,罗军满又在香港因为屡次酒驾而被调销了驾照。 因为种种新闻, 他的形象叠至谷底, 还被外界封位傅平王。 当时还有网友以《做人别态》罗军满为标题, 写文章暗讽他, 一直不要学他一招得志, 就得意忘形。 可见在当时, 罗军满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TVB的高层乐意零公开表示对他很失望, 最后只能提前与其解约。 惨遭TVB退货的他, 在经历人生低谷后, 决心重新出发, 选择北上发展。 日前, 罗军满在社交平台晒照, 透露自己在于广州海珠区开设了一家茶饮店。 除了开茶饮店创业外, 罗军满其实一直都没有放下自己的演艺梦。 当记者问他, 做一个生意人是不是比当艺人踏实时, 他说, 两者都一样, 并非你付出多少就有回报。 看到如今罗军满的状态, 以及勤恳踏实的做事态度, 可以相信他是真的想改头换面, 浪子回头, 也祝福他能够越来越好。 这些年, TVB也捧红了很多的明星, 时光飞逝, 随着香港娱乐圈逐渐走向衰落, TVB的造星能力也大不如前, 很多曾经的大牌明星在TVB的前途也到了冰点, 当年的盛景也不复存在, 真是让人唏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